《心經即時巴哈》 Hello,我叫阿丹 我是今次有份參演《心經即時巴哈》的演員 Hello,大家好,我是Alan 在《心經即時巴哈》裡面 我會負責演出的部分 是其中一位演員 我第一次接觸《心經》是小時候 大概六、七歲 家人是佛教徒 所以我要去學習《心經》的一些經文 我之前認識《心經》 只是覺得它是佛教的一些經文 了解它的內容就算了 但是經過今次《心經即時巴哈》的一些工作坊 就會有一套方法令我更加感受到 《心經》如何和內心平靜 在工作坊裡面 我們曾經有一個練習是抄經的 可能在這些經文裡面 你就會更加深刻明白了 《心經》裡面的一些涵意 和想表達的東西 我最感受深刻的是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如果你說很詳細 這句經文的解釋是什麼 我也未必能回答到 但是我會在這個經文裡面 學會如何放下一些很虛無 和一些很假象的東西 如何教你放下 我們今次《心經》其實很特別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參與在裡面 不只是坐著看 希望各位觀眾進來 可以帶著一個平靜的心 放開自己的心 去感受每一個音符 每一個字 每一個能量 帶給你的一些感覺 希望大家都可以放鬆心 去進入這個劇場 我想在《心經》的部分裡面 我沒有太過當自己是一個表演者 因為我會當自己是一個人 第一次去接觸《心經》 或者每一次接觸《心經》 都會有一種不同的感受 而這個過程 我想自然就會傳遞到給觀眾知道 《心經》是一件什麼的東西 可能比我們在一些經文 或者看一些文字上面 更容易去理解和感受到 《心經》的原意 或者可能它的根是什麼 更多的是 《心經》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